你一个工地 你请一个未成年的 而且没有驾照的 你这个是很严重的严重事件 台积电离谱公安 未成年少男开沙水车 面断工人腿 竟然让一个未成年来开一个沙水车 他那个车子那么大 满水 载满水位三四十度 他在网口 他怎么没有叫一个人在后面指挥 近月初的电脑病毒大乱晶圆厂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昨天传出公安意外 中科人区15厂七奇新建工地 经传未成年少年开沙水车 撞断工人腿的公安意外 昨天中午1点半左右 一名少年驾驶沙水工程车 到车时 已没看到车后的49岁成姓工人 一面撞上 面断他双腿 事发后 那只要是他要跳下来要跑 背包机就是我们一跌的两个同事 有点看到冲过来 把他自动机 公定人雇用同工吗 家属质疑 台积电非法使用同工量货 还刻意隐瞒 今天很大的公司 它里面的一个公安的危机 是怎么那么差 早上苹果前往中科访查意外经过 辖聚警方推给中科管理局发言 中科管理局则拖到傍晚才回复 先说事故地点不是工地 又少年只是暑假来帮忙 不是同工 当时只是帮忙移车 台积电则说不清楚 承包商是否有雇佣同工的情形 现在还在跟死神拔河的成男 育有两女一男 都还在念书 全家靠他一人赚钱成家计 才壮年四十几岁 他下半身后就已经完蛋了 现在大家都在推卸责任 律师表示 少年造势 工地相关单位都必须负连带责任 主管单位当下没停工调查 也难辞其咎 事发工地现场仍在赶工 原本等候的洒水车 一键记者来马上开走 诚信工人右腿已截肢 这起无法工作平安回家的公安意外 对照现场标语 各位讽刺地方中心综合报道